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应该对这个歌 对这个说意夹合 五金列团 处于解空 伊合为空 但伊并于过空 如处于缓 无决定性 这时平定 无有伊并 为有空边 空边也空 那么对头前 这两句说 五金列团 处于解空 对这个所谓 到底这两句的意思是 说什么 因为有关的五金列团 这个头前已经有 说过了 这两行空 那么伊合为 这句说 但伊并于过空 什么是并于空 那现在来了解一下 这个 我们人类的这个生活 世界 和国众的动态 有这个 还有思想 算起来 这个思想 有无量 甚至呢 推广 非常测患 那样 东西很多 啊 事情也很多 这我说是这样 不过这些东西 和这些事情 哦 我们人类不能接触到 天天都有 含人说话 天天都有在办事情 天天都有面对 很多这个物色 这样 吼 所以接触中 当然有时候 生和别 生和别 比如说 我来去接触 但是事后 事情已经做了 这样就别 生又别 所以定义在这个思想里面 有过期 有现在 跟这个不一样的时间 跟不一样的空间 跟不一样的空间 现在大家在这个地方 在台中 不在这个空间 啊 隔了 国人回去 就说你的生活 不一样的空间 这个不一样的空间 定义不一样的家庭 不一样的家庭 跟这个国人不一样的数学 这个不一样的空间 哦 那么人处呢 不得不用复合来记录 譬如说复合 是怎么说呢 复合 譬如说 蒙白河那些就复合了嘛 你懂吗 所理也是复合啊 人多少 啊 地几河 那些都复合 所以这里面 有文字所理的餐生 他们就没有这样记录 文字不清了 所以每一种的这个物品 又在有别生 不品 譬如说灰头灰的别生 外地中理我不知道 也有别生 那么人有别生 有怒友 有青年重年 有英语 有老人 这个叫做别生 那么这个不一样 有哪有各种不同的东西 那叫做别生 那么每一样的事情 有哪有不同的数学 各人家庭生活 空间不一样 各人家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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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人家庭的事 好返不一样 这个叫做事上 那么既然这么多 人跟人 为了要交通和人性 对 比如说一对没有 生个余子 总是要合不一样 你譬如说一对不一样 就不理了 所以这类就是说 因为原尊 divi 老徙 间那些交通和女有 尊四 还是 식으로拥 vient 各个女孩 都有互相 只有奸 有没有任何 還有就是中南、處南,這個就是壽二了 它是住在第二、第三第四的,這個就是壽二 所以這樣呢,佛這佛,定名相出來 名相就是說它的名,還是說這個相的名稱 結果名相是佛法說名相,相之名 有相就是那個名,這樣比較好認識 所以這個,如果在我們中國人,叫做名俗 名俗又不一樣,名俗、董俗,那又不一樣 應該大家知道嗎? 為了要識別的關係 所以這個名字,定名相,跟名俗相 用到這個名字,腳來定那個名相 不然我們說不通,真正 你要說沒沒人用旗的比較用壁的 如果不定一個名字,真難過通 你如果說沒沒人,他們好生什麼人 這樣來就講得通了 你要去哪裡所在,就要試什麼路 什麼路你要幾號? 是幾號? 要問拜託給你定好 這個路標也給你騎好 這條路名都給你騎好 這個叫做名相 如果這樣來到一個比較好 定名相之後 跟定這個要辦的事上 我就要來鄉公所,我要來定公所 我要去做什麼? 我要來辦什麼? 火靠名 火靠 或是說我要去地政 地政就辦土地帶信 這樣來分的清楚 或是說我要去邊壓客 邊壓客,他就把你擺在那裡騎在那裡 這顆就是邊壓客 這樣來 這個叫定名相和定俗相 你要去辦的就走去客 不然又走不到客去 你知道嗎? 前來我看到一個寶爪 寶爪爪 一個青年,牧起疼 像我走去虎山科這樣 為什麼要走去? 他掛給你一個人嗎? 他說對 所以虎山科 他問他是不是有新鷹 兩個人 他告訴他一個人 我們在那裡哭哭 在那裡哭哭 在那裡哭 他看起來這樣 看起來都好找我 他問他 我就要看水 起客就是鷹爪 他這樣 父親跟種子 我們種子服藏科這樣 所以有這個寶爪跟明爪 有明爪 就是要含寶爪跟相關這樣 如果你要沒有寶爪 還沒有寶爪 當然就沒有名乳爪 所以我比較說名乳是坑 所以這個名乳是代表一個負荷 如果沒有這個負荷 我們人屬上什麼事情都很難處理 所以名字就是負荷 這樣了解齁 但是如果沒有那個上就沒有這個名字 這樣了解齁 所以名字是因為上有的 如果沒有上 那麼就不用選名字 譬如說這對老婆就有生好生 生女兒當然就沒有好名 這個名字會變 譬如說小姐嫁王被一個名稱叫做太太 我們聽到齁 那個名稱就叫做太太 再來呢 兩個人如結婚 一個名相出來叫做夫妻 這樣了解 那如果沒有結婚呢 就不可以叫做夫妻去了 再來喔 這個小姐如果嫁妻王就比王太太 嫁妻帶來就比蔡太太 總是不行我叫嫁妻叉 victim 叫王太太 Run 這樣就不對了 所以那個民相 那個文字 就是一種的戶口 這樣 像我以前的 從老婆看出一個笑容 一個夫妻人 心修紀 迪げ 嫁妻ource 混亂一個子 還要讓老婆 說阿中啊阿中啊,偉心的我一個人叫你四五五五,你為什麼不要插我? 這樣啦,你不是叫我阿中啊,你叫我老三耶 那現在我叫你老三啦,我若給你引我就廢去了 有沒有,那你劉官有,那你叫老三嘛 我說你在那裡叫老三啦,我若給你引,人也知道我勾勾勾勾,所以我沒有給你引老三 沒有給你引,那這個阿中啊是拜第三的,他叫老三 所以這個問題,就是說一種的符合啦 第三就是老三嘛,第一就是老二嘛,大人就叫老大 這樣就不一樣出來,變法 他說你如果叫阿中啊,我就給你引,你叫老三不可以引一下 他就這樣照著說,所以這個問題,就是說命義是空的 就是因為有上,才有這個命義,所以命義是代表符合 那譬如說這個我,我,你,你,你這樣,大家就說用這個我 這個我是要代表什麼呢?大家就說有肺肉,有金心,有五、五、五心的性格 因為你這個神父,站在這個人間社,這個社會人,人有跟你立一個名 那你現在就說這個名就是我,但是這個我代表什麼?代表你就是有血,有肺,有肉 按照人間來說有火、有肉、有肉燒這樣 還有這個神輸啊,我運神 這樣,這樣叫做我嘛 如果呢,如果這個神父已經失望白海 那麼這個我就不存在了 這個我光讓你去就不知道了 那麼這個人的名字是代表沒有一個人 有這個人出來說,李先生、丹先生 那個人,帥先生、丹先生那個人這樣 所以這個代表沒有一個人 那麼那個人也死掉了 那麼這個名字符合 差不多在火正宿無所消毒了 消毒了,現在消毒了這個人就已經沒有存在 不過他的後生還會記者 他的媳婦還會記者 可能他的孫子還會記者 不過他的第三代,第三代就不會記者 孫子就已經沒有存在了 所以那個人就消聲黏結 沒有那個外董,從這個社會外董的這個 還打架出來,就沒有了 他的印象就都沒有存在了 所以這個就是說什麼? 這個人,還是說我,就代表有這個神父 沒有這個神父就沒有這個我 沒有這個人的名稱出來 所以這個叫做複合啦 那麼這句,這句傻壽 我們這裡來解釋 這個傻壽是代表什麼呢? 那個人,神父彼 比如說他的佛陣 那個叫做傻壽 他所有的,包括他的地位 和他的親情 那個是傻壽 有時候我們和他的佛陣的作為 那麼有人問說,這對老大人是什麼? 那個就是我的婦廟 這個東西是什麼? 就我所有的 這個就是你周邊的東西 把包裹全場叫做複壽 用複壽,這個明清來代表 這個就是和你有相關 你知道嗎? 那麼這個譚佑是說五級 五級譚佑 五級譚佑 那麼這是譚佑 譚佑是代表什麼? 代表法律 真主宰 這個譚佑就是代表主宰 那麼代表安禄 代表別墜 還有代表解脫的意思 所以這譚佑這兩人是 民相 別中文叫做不相不別 所以這個不相不別就是代表別墜和解脫 所以這個民相 用著了 剛才跟別墜解脫這樣相同 齁,所以如果 我們沒有用這個法義來表達眾生沒辦法 獨手修持這樣 我們今天在佛法院怎麼可以跟我們教 一定要用名字和義言 那麼用名字和義言 來跟我們那個名字和義言叫做法 也叫做法義嘛 那麼這個法義 齁,我們按照這個法義下去修這樣 所以有名義上 所以整個經典齁 經典齁 這個所有的經率論 都總是名義上 但是我們今天不照這個名義上 我們不可能是佛法 那些是文義上 那麼今天如果是用經典提起來講話 那個叫做義言上 這樣 那就不同了 但是義言和文義應該是相同 他都在表達那個師匠 齁 齁 所以今天呢 今天裡面跟我說這樣齁 長期求情呢 可以正主法的事情 因為今天你按照這個義言文義來教 我們照這樣來修 這樣有一天齁 我們就能夠了解 確證 那個有到的絕對真理 那個無對待的師匠這樣 因為如果沒有用這個文義 他慢慢地給我們看進去 因為我們眾生金佛就不敗 齁 所以這個名義 各位說是隨義立 齁 齁 跟隨法立 所以義有很多眾 有到義 那麼法的有很多眾法 這樣 那麼很多眾的法 這是說佛道的經教裡面 就說八萬四千萬 那麼這個法裡面是水眾生 對這個無對待的心 來去教有眾生 就說八萬四千法 就是因為眾生有八萬四千的煩惱 所以才會立在那裡 如果眾生如果沒有八萬四千的煩惱 就根本就不必立法得到 了解吧 這樣所以這個法跟我們說 因為煩惱有很多 所以法有很多 所以他們有眾生的煩惱 所以佛道比較當典 來要給眾生短度煩惱 所以這個義為空義 為什麼叫做空義 我們再說一遍 就說因為眾生有煩惱 所以比較立法義 眾生如果沒有煩惱 就不必立法義 所以這個義價 了解吧 這些是臨時定法的 我們說這個法律 就是眾生有這個問題 所以定這個法律 那麽是在這個佛道的蓋路裡面 因為眾生有煩惱 眾生有煩惱 眾生有煩惱 所以佛道不立法義 不可以立法義 所以這個法義是空 是因為隨眾生的這個涅惱 所以才會立法義 如果眾生也沒有這個涅惱 佛道就不會立法義 因為眾生有一個煩惱惱 所以佛道要立法義 叫做不可煩惱 眾生因為有得到 所以佛道要立法義 說眾生不可以得到 那麽改出來 還說是一個因果 所以這個因果 就是因為眾生的這個涅惱 所以來立這個法 讓眾生知道 說人做什麼涅惱 就受什麼狗 那麽不就不必了 譬如說天上 天上裡面 如果說他受用情報 佛道家說的法 本來是空法 但是那麽就是 教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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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教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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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叫做方便率 下就是方便率 可以用這樣來測試 佛道說的法 是方便 方便法 還是方便率 下就是方便率法 水中生方便率法 因爲中生的問題 下就是方便率法 你了解齁 這個是假說的 那麼這個呢 因爲中生下就是方便率法 所以一切法是於 水中生的因緣率 叫做方便率法 八萬四千法 都叫做方便率 那麼水中生的因緣率 所以不敢去說 無法定性 以靈自空 入處自空 莫空 涅槃空 命自顧空 所以這個叫做 無法定性 這樣 了解齁 那麽 這句說 入處法的實相 哦 處法實相 我們再說一句說 未來正處法的實相 這句 這句法義就對了 我們不要說這句法義 因爲這是法嚴經 這句 處法實相 當然佛道說立法了 就是要讓我們開悟 主法實相 今天你中生 他就忘記 忘記作業 所以佛道用這個法 讓我們可以短獨煩惱 用我們短獨煩惱 那麼可以正主法實相 那麼他就用一個法跟我們說 你若是將來短獨煩惱 正主法本空 那個就是真正的儒來體性 那個叫做一切法的實體性 這樣 實體性就是空性 那麽這個也就是一個名性 因爲他要把我們 佛道要把我們帶起來的關係 所以他現在在那個 這句主法實相 在法嚴經清法改 所以有一個叫做一心法改 你聽爲 齁 這個民生就不一樣了 但是這句法改 也可以說一切法 就是看他這個人 這個民生用在哪裡 是一個地方 這樣 齁 你一定要 你如果有穿著就知道 發改 有哪個字叫做一切法 也發改了 一真發改也是發改 那麽一切法 甚至一真發改 這個也要再去鐵鐵了解 一真發改是空性 所以一真發改 一切法有哪個空性 所以一切法有哪個是發改 那麽 所以這個民生就會通過了 有時候我們今天 如果沒有了解就說 這句法改是怎麼會用在這個一切法 一切法就八萬四千法 不過八萬四千法 這法是空性 啊空性 一真發改也是空性的 所以主法奔空 是雖然他們會生 雖然他們會生 雖然他們會生 這樣來就可以通過了 通過了 通過了 那麽聽到沒有 那麽說煩惱 那麽叫做鋪鐵呢 注意 因為煩惱基本空性 但是鋪鐵呢 鋪鐵也是空性啊 那麽來的 煩惱它的基本空 鋪鐵也空了 所以煩惱有鋪鐵 鋪鐵也空了 不過這個是比較沉疑 比較沉疑 比較沉疑 那既然煩惱和鋪鐵 鋪鐵也空了 為什麼不斷煩惱 因為這個是減處 修理沒有斷煩惱的 又不行 不過你有一天已經開過 主法奔空 那麽主事說 煩惱就是鋪鐵了 那這個就鋪水準了 這要注意 好 這個主法是上 法驗經穿法改 法法驗跟它穿是上 但是改成立經 改成進入到無為了 這總是說 主法的分替喔 鋪鐵跟改成進入來種 這個名相就不一樣 絕對真理 所以立不一樣的名相 為什麼立不一樣的名相 因為在這個發肥中 不一樣的時間 所以佛得 以這個發肥做主點 所以這間建進出來 所以ера膚 抗kes 달라 抗kes submarines 抗k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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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抗k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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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ke 抗k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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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性、附性、附性、空性 這都是說無中的絕對真理 都是用這個代名詞來講 代名詞來講的就是因為它不一樣 不一樣的環境 才會講立定不一樣的名字 不一樣的名称 所以這個法法經他講這樣 但依加領旨,因得無重生,無殊療悟 領旨建成之文 就說佛尊裡面用到各種無缘的一種假設 假設的名字 然後來引渡中生 因為有審柱燒 有這個人天生 還有一個二生的生 和大生菩薩道 所以用到這個民相無缘的處處 無缘的名称 和那個無缘的名称就是有無缘的法義 不然法義就是建立中生的這個心 修行給它入清 用這個假名字,因得中生 我們如果是對這個假名字可以鐵鐵了五 我們就可以入到建成之文 這是法法經裡面說的 但是今天這個行者 就是說我們大家 我們大家今天是在修的 剛才在強修的時候 有實在修,叫做行者 如果沒有實在修,不可以說行者 就好啊 因為這個行,譬如我們叫做修行嘛 所以什麼叫做修行 修就是修改嘛 就是修改嘛 就是修改的修改目 就是修改的修改目 修改,修行 行就是行詞 就是中生方行 中生方行就是 就是整個結局的菩薩道這樣 這樣叫做修行 所以這個行者 就是叫說有修行的佛地主 叫做行者 你知道嗎 那如果沒有修行 這句行者說不通 譬如我剛才說過三文 什麼叫做三文 今天你注意,有聽佛音 法記,但是你有文沒有文 我不知道 就是你有修行,叫做文 那如果沒有修行 你不能算三文 這樣 因為那個行者對你做 還不產生作用 這樣不可以叫做三文 因為三文有文匯嘛 那個文匯 文匯是什麼 文匯就是你本身 得到正在見 這樣叫做文匯喔 那個匯有出來了 但是修匯呢 修匯你就是可以 你不能算三文匯 這樣 這樣叫做修匯喔 修匯 你如果說 你不能算三文匯喔 那不可以叫做修匯 有修無匯 就是你沒有貼貼的經 給它出現 那個叫做有修無匯 有文無匯 就是你沒有大家正在見 叫做有文無匯 那有文 到文的文匯 那有文匯 建立法就是你有對付法的正在見 生 哪有沒有文匯 齁 那麼修匯呢 就一定要補足改定文匯 所以修匯 會修匯 所以修匯 修匯 修匯 全在無路 政立法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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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親切姊 就說 我就有這個文匯 就叫做文匯喔 你要修匯 這樣叫做文匯 所以修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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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匯 所以修匯 所以修匯 就是你有路式修匯 但是修匯一定要家庭 以家庭的名字法 啊 如法 靜靜修区喔 齁 所以人家的法是都家庭的 不過咧 我們如果路式修匯 我們會解脱了 沒有路式修匯 不會解脱 所以這個 有接法到沒有接 譬如說二生的生日 他說法優 因為我照法修 我會解脱 所以二生的生日 一萬 齁 不過反覆呢 有文 就沒有避 因為他沒有在政治間 有 有去看見 有去想 但是他沒有路式修匯 這個療神師的這個問題 所以定義有 修匯 但是定義 沒有避 齁 齁 所以你如果可以按照這個 如法靜靜修区 將來必定正確 阿農道路三廟三婆庭 不過這句 阿農道路三廟三婆庭 也是家庭 家庭 家庭 這個就是究竟 會叫做無雙正正正確 這個也是家庭 但是八萬四千法 給我們勘 勘 勘一下給我們開五 但是開五 不然就自己移 念一幫未來 新酒 典葛跟廟 那麼這個就是無雙法 他如果沒有用 這樣跟我們說 腦梅第一棺 第二棺 第二棺 第二竺 都一擾 齁 然後再重建十二擺 水 再重建一擺 他用這個明相跟我們說 要入法 先有十心圍 十心圍 以後一定要十足 十形 十活用尾 你的程度就怎麼樣變出來了 這樣來到十多 那麼十多就告訴你 你在這個三善菩薩地裡面 受到進入這個十善為 幸福地 這樣不是究竟 就還要二地 三地 四地 五地 六地 七地 八地 這都民善喔 不過我們照佛就告訴你 他的地地的法基 怎麼收 水準生做怎麼樣 那麼告訴我們一千二錯 到月裡 我們要順著這個如來 經過來 在這裡收 收 收 收到 將來都和佛道修相 那個叫做阿農道樂三善菩薩天 齁 所以這個民善喔 這樣才是實相的大角情 齁 所以人人來當依法修 依如來的經法裡面來修 各個改角情所為佛佛動心 因為佛佛平靜 我們如果是可以叫前佛 就是說過期佛跟我們架 流下去經歷我們來修 心和佛相應 和佛心相應 這樣叫佛佛動心 進前佛 現在佛到未來佛 今天我們如果是修 算起來就是未來佛 那如果不修呢 佛要是再拖 不知道要拖多久不知道 那你如果是修 是趕緊生命來佛 但是今天我們有這個文法 是必定將來可以生命來佛 不過當時要生不生還不知道 所以一定要和佛 和佛和佛裡面相應 所以我們叫佛佛無差辯 這個叫做得道 直視平靜 前前那句 末就說無法定性 直視平靜 齁 這個就是這樣 因為每時佛 都說携力 携有空 然後再去教育中心,再去教育基 每一頓都這樣 那麼未來我們也是這樣 那麼下面還有這段 下面這三句 這四邊頂上來後 無幽於兵,為幽空兵 空兵也空 那麼我們要了解一下到底是什麼意思 我們如果是按照上面所感的 眾生電動夢想 這樣 所以一切眾生是煩惱生 所以吃到五跟五素都做到 就看這個生活 感覺很好 大家看到這個周邊的東西五素 感覺很好,真是我的這樣 就真心嘛,看這個地圍真心 正直就做了 一定的嘛 口夾就做了 就死人品 死人家 我們聽懂齁 就自己下前了 我們人自己下前的 你知道嗎 有時候這幾個月不對 人家就跟你欺負了 這個就是你自己沒人品 那像說這個 蘇東坡 他跟佛林結達者 我再提醒一下 佛林結達者 一時 蘇東坡問佛林 說我責安的錢有什麼 他說你責安的錢有什麼 他說你責安的錢有什麼 那麼呢 外交佛林問蘇東坡說 我責安的錢有什麼 他說你責安的錢有什麼 他說你責安的錢有什麼 阿佛林漸漸繼續坐蘇東坡 我現在去暗唱 當他現在就跟人家說 蘇小妹說 說今天齁 這四人給你責安的佛林 這樣而已 這樣齁 他說你是怎麼贬 因為我坐著我問佛林 他跟他說我責安的錢有什麼 他說我責安的錢有什麼 他說我責安的錢有負責 就是我責安的錢很好 但是他責安的錢 他責安的錢又責安的錢 所以我就跟他說他責安的錢有什麼 但是我責安的錢有什麼 這樣責安的錢都沒有責安的錢 那現在就收到 聽到沒有 他記住了 人家都必須 十必子順 順人是海旗 聽到沒有 那四小妹跟蘇東坡 跟他們說 你責安的錢有責安 所以你看到責安的責安 責安的錢有責安 那責安 責安的錢都責安的錢 他責安的錢 他說你是責安的錢 你怎麼會贏 是你責安的錢 你怎麼會贏 是你責安的錢 所以責安的錢 我們做得好 生人絕對責安的錢 齁 所以蘇小妹在那裡 把他們哥哥提醒 他們哥哥跟自己在那裡 後悔 今天我們如果是 麻薄的 內飾裡面 麻薄的一種責安的錢 你責安的錢 八中的菩薩收到那個無邊的菩薩的開始。 一切法,無實法。 聽到齁? 那麽就是要給他了解。 去了解就這個就是嘴性本空。 你今天這個法平也是法咯。 聖夫這個平有哪是一法? 萬法中一法。 但是雖然要打平,但是事實是無邊。 不過這句話說無邊,這是超越菩薩的一種水準來講的。 眾生作業不能無邊,但是這個平是本空。 就是這個嘴性的空,平的空。 現在去體會這個問題。 所以平就是什麼? 主法中的釋法。 主法是由心發生。 今天有心的平。 所以我現在跟我們講齁,人的平。 如果你有健康,那個心健康,應該是平的減輕。 這是變成他們的心理影響出來。 心理影響生理。 那麽這個生理更影響物理。 你要注意一點。 你要注意一點。 所以人如果健康,應該比較長生命。 人如果這個志氣博弱, 稍微有一個問題,就發艱、發痛。 我就說這個意志不健康。 決定是如何嚴重。 所以這個心理很重。 所以這個心理很重點。 我告訴你,一切法都由心發生。 所以可以各種志法,一切變自然的消毒。 不過這個是這樣。 佛道跟我們講的水準,就是有其中水準的人, 必定變消毒。 那如果沒有水準的人,當然就沒有。 所以佛道主學法的人, 你如果可以特地了解,一切法本來看, 因為這個水準, 因為有水準, 因為有水準, 比較造成這個水準的水準。 不過水準,本來的壓制是空性。 那麽這個空性的東西, 你如果可以說因為你的水準, 那個叫做無性的這個性分, 跟陰氣的優性的這個性分, 那麽這個優性的平體也空。 我告訴你,真的平黏的好處。 這是實在。 佛道跟我們這樣做, 絕對無法說, 他用到這個妄忌慶祭去安慰。 當然這個也要高水準的貼肥, 才能夠落實。 所以一切變成消毒。 所以我跟他說,無憂疑病。 他們為了解一切法, 改空, 平也空了。 一切法就說什麼呢? 因為他就在夹色變出來, 夹色的空。 那麽主法的空, 所以平也要主人消毒。 但是空變, 載的生一種濕空的病。 怎麼叫做濕空呢? 因為這句說, 為有空變。 為有為變, 空間還有一個空的病。 所以這人就要說, 可待會生一個濕空的病, 那麽, 又有濕掉。 這個就要落下濕發病, 濕發的病。 佛陀講的蘇姓鐵, 是要破壞這個人天嘛。 但是, 又要用我恩, 又要用我們來破壞, 我恩改空。 人空、我空、 發空、我恩改空。 但是因爲阿樂喊, 了解的人空、發空、我恩改空。 所以它可以解開。 那麽,當它解開後, 它可以變成, 人的佛陀家說, 這個我空的空力, 發空的空力, 跟我恩空的空力, 有的。 所以現在我們濕完。 所以這個就, 含這個濡述就對了。 濡述後呢, 如果有哪個濕掉, 必定要用這個空子濕掉的空。 了解你的心濕掉那個空, 那個心有哪個空? 因為空, 不然你還在濕空力, 就換到你的心去濕。 那個心去濕, 就是因為空, 才來濕那個空。 所以經由哪個破壞那個心? 所以比較有一個, 叫做主法必見空。 一切發發解空。 沒有空,發空, 但是濕空也空。 了解吼? 所以一定要打掉那個空, 這樣比較無台反, 所以叫做空定也空。 空的邊, 有哪個空的? 不可以再濕那個說, 邊是空的。 然後再濕一個說, 沒有靈空。 沒有錯, 你靈空是沒有錯, 可以空掉一切反, 突然你再濕那個空, 這樣他又沒有錯了。 這個意思就是這樣。 那麼, 這個, 會面這段, 經過, 來,再念一遍。 是優一菩薩, 以無所修, 以修主修。 未孤分法, 逆佛滅修, 以出情涯。 色心優寇, 念奧處眾生, 其代比心。 我基調合, 逆佔調合一切眾生。 單獨疾病, 二佛滅法, 為端佔本, 二教德子。 這樣。 那麼, 這個意思是怎樣? 因為這個要再進一步。 進一步譬如說, 由這個菩薩, 以無所修, 二修主修, 未孤佛滅修, 未孤佛滅修, 二出情。 那麼, 這段, 為它到底怎樣的解釋? 因為這個修, 叫做靈修, 靈樂, 接修。 我靈樂別人的東西, 我接修到別人的好意。 這叫做, 修叫做這樣。 齁。 所以這句話, 在古詩論裡面, 分為, 心修, 含心修兩種。 那麼, 第二叫做心修。 什麼叫做心修? 聖苦來接修這樣。 我聖苦去接修到。 這個叫做心修。 那麼, 心修就是說, 我的心去靈修到。 兩種。 齁。 那麼, 這個心修, 心有苦修, 也有六修, 也有下修三種。 齁。 這是古詩論裡面說的,齁。 那麼, 這個三種, 例如說, 靈樂為情, 逆與之境。 你生去苦鬧是感受, 為之苦受。 我們人的逆境就對了。 逆境的中間齁,齁。 那個叫做為情結義。 我沒有愛, 但是我沒有接受還不行。 你聽到嗎? 這個叫做靈樂。 但是你沒有愛, 你沒有接受不行。 但是當你已經接受到了, 你生去的苦鬧的感受。 你沒有愛聽到為人見你, 但是負責到人跟你搶, 人跟你搶, 人在旁邊跟你揮捧。 注意你已經聽到了, 你心裡很難苦。 這樣這個叫做苦受啦。 齁。 這個叫做苦受啊。 這樣。 我們人的環境變化, 那個不是我愛, 但是但是你不接不接不接受不行。 這個叫做苦受。 什麼人不要看病? 不過人沒有病不行。 什麼人要去見, 可是呢, 你的因果裡面, 一旦它做到, 你沒有苦受還不行。 所以這個叫做苦受。 齁。 齁。 那麼靈樂就順情的環境, 你先性意之感受, 唯一樂受啦。 比如說你今天, 有時候環境上, 你很感到溫愈。 這樣。 那麼溫愈的感受, 齁。 齁。 這就很溫愈的, 但是那個性意的感受, 發生開心。 所以說生理, 那今天今天有一個大支的, 讓你貪到。 貪到之後呢, 當然你就有一次, 齁。 我今天貪這杯錢, 就算不少。 這樣, 這就有一個叫做六受。 人心的心就是這樣。 啊如果一張票, 那今天跳票呢? 你又腳上去找人,那個人又沒在呢 你什麼想? 褲燒,聽好 那齁,那人幾天又切頂票給你,還要贏了 這樣就變褲燒嘛 環境就是這樣就變 好,就變了 那麼凌落,肥酷肥禄,是極境 肥酷肥感受,強射力,為止射射 那叫做肥酷肥禄 譬如說你這個事情,人家送什麼東西給你 這個東西是真貴,是沒有錯 不過呢,你就沒有作用 拿到我們家,還放上去 這個叫做肥酷肥禄,聽好嗎 那麼這個你就會想辦法說這個東西要怎麼射出來 因為放在這裡就沒有作用 那又要怎麼射出來,這個叫做肥酷肥禄 肥去那些東西,這樣叫做肥酷肥禄 那麼第三,人家的心酷 第二心酷,就是說心酷,受後,去分別心 這個心酷我們有接受後 但是因為那個酷得落,應該是由心酷落的 對於心酷落的 所以這個圍子有優陣 among two種的洗 magnesium 那麼那個心理感受呢 嗯,假如你說苦臭,人家的天氣沒有好 讓你的遠處 讓你祈福是沒有愛 但是心也很苦 那麼這個就是在這個圍申機兩種有沒有 那麼這個反乎在這個順境兩種境 我們一生境有時順境有時順境有時順境 但是用於生悠悲苦鬧 和這個悲怒哀樂的標情跟標現出來 有時好的有時壞的 這樣就像是說悲怒哀樂 那就是說悠悲苦鬧出來 那個標情就露顯 標情的露顯是對對對心出來 因為有那個心就那個標情 所以人在受氣有受氣味 這是真的的事情 人在受氣有受氣的味 發肥有發肥臉 那麼這個受氣有受氣味 發肥味不一樣意思 這是必定的 所以有聲聲發聲嘛 我們知道齁 所以在這個撥爬的菩薩在病中 應該有那是口修了 人類撥爬在病房裡面 那些人除了他 除了他本身去病以外 你看看多少人病 整個家來的人都病 怎麼病 整個家來的人 有時心都不會病情 那就是病 那就是病 他說一個人在那裡 做爸爸媽媽在那裡 在後生就輪流這樣過 出事 過那時候 去腦腦 整個家庭 different 整個家庭迷惱 那些人在七度 那家庭迷惱 玉澤 applies 喊 有些不想 那是可惜喔 可惜呢 但是可以生病去 我們知道齁 所以他來接受就 接受屬性的一種病苦 因為他知道嘛 這個人間是事人 他變成事人 人間裡面要做中心 是難免有這個 生苦的病痛 這是難免的 不過他知道 知道了 他可以接受屬性的病苦 所以我們跟他說 醫無所受 二受主受 因為那個 病的法 本來是空 病本來是空 病英文本來是空 藥色本來是空 所以不可以說 醫無所受 二受主受 不過這就是 一瞬間照我的水準 就是這樣 齁 那麼這句二句佛法喔 齁 美句佛法 定義第三句啦齁 美句佛法 這個佛法 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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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這句究竟 就是要達到 無雙正正正 佛法的感恩教是要這樣 但是這個恩威的菩薩喔 恩德菩薩 恩德菩薩 什麼叫做恩德 就是 從十心威開始啦 還沒生佛 的這種所有的菩薩行事啦 這個叫做恩德 所以恩威的菩薩 修行的過程 他一定要實現在人間 齁 實現在人間的 不過他在人間裡面 這雖然有各種的苦境感受 這樣 這是難免的 有時候春夏秋都在變 醫生菩怎麼會變喔 有時候 帝主的中午夜 怎麼會變 這是必然的 齁 有哪有各種的感受 但是主心 也了解到這個各位的公平 齁 他們也知道 沒有這樣做 未來要生就佛道 要生就無上正正正 比較沒有這樣做 是不可以的啦 所以這個人要了解到這個各位的公平 但是這個庭 還沒穆穆穆穆 還要繼續 尚未穆穆穆穆 因為他還沒得到這個妙覺的佛道 還沒得到穆穆穆穆穆 因為他一定要繼續在生死中 往來度化中生 譬如說他實現在我們這個 南疆佛秋實現 我們怎麼說 這個時代的人生 ぜひ到處等等 他已經一個人出來的 是扱花中老 大約飛輕 呵託 但就想要 那就搏陰臂 ente hora 那 dificult 他獨了 要點賊穆穆穆穆穆穆 有戶穆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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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穦穆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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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穢穆� appearances 教那個師團四現那幾年 我們了解齁 因為他要去修法六萬黨 所以他也是四現 那個師團裡面看人修多少教這樣四現 所以這個菩薩王來 道化眾生 他有哪習慣就這樣繼續 神世神世神世這樣 但是他沒有促求 別渡主修 那個促求 別渡主修 他就是促求在盤的意思 我們知道 因為別渡主修就在盤了 不用再感受到這個人間世 各種的問題 所以促求修正二改頭 它絕對沒有這樣 所以不可以說 悶佛烈修 二修正 菩薩行行絕對沒有說我個人比較難 這樣就不是叫菩薩行行 那個叫二生 好 彌勒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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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